他们是动画圈的神仙眷侣 突然我们这现场眼前一亮 满满的这种国风动漫的一种风格 神仙眷侣啊 飘逸出城 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毅力 两个人独立完成了一部长篇动画电影 基本上一天大概工作18个小时吧 所以别人说 研究动画世界的精彩 为您讲述动漫侠侣的奇迹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圣归来 江子牙等一批优秀国产动画电影的热映 国产动漫成崛起之势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 几乎每一部动画电影的诞生啊 都是大量资金的投入 和上百人团队长期创作的结果 但是您能想象得到吗 在我们厦门 有一部动画电影是完全只有 两个人独立制作完成的 这在今天的电影界几乎是天方夜谭 可他们却硬是坚持用七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场持久战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故事 感受热爱与梦想的力量 2022年5月 一部动画电影的预告片悄悄登陆了B站 几乎没有任何宣发 也没有大团队大制作的噱头 但视频一经发布 就迅速点燃了动画圈 网友们纷纷变身水军助力宣发 这部动画电影的名字叫做《美人鱼的夏天》 它以厦门鼓浪雨为背景 讲述了美人鱼小爱偶然进入人类世界的故事 然而 它的幕后创作者却只有两个人 他们是沈小阳和萧小月这对夫妻 二人包揽了全篇的导演 编剧 美术 特效制作 主题曲创作和演唱等 以十五年磨一剑的坚韧和七年时间的不屑创作 完成了这部独立动画电影 成就动漫圈的一个奇迹 也被业界誉为神仙眷侣 而他们倾心创作的这部动画电影 也计划于2023年的夏天与观众朋友们见面 掌声有请今天的聆听嘉宾 沈小阳 萧小月 欢迎 欢迎两位 欢迎小阳 你好 请坐 欢迎小月 你好 你好 有请 今天要特别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两位一出现 我觉得突然我们这个现场眼前一亮 满满的这种国风动漫的一种风格 神仙眷侣啊 飘逸出城 一看今天这两位的服装就是绝对是精心搭过的 这是谁搭的 小月 因为我之前是学服装设计的 然后我喜欢中国传统的文化 所以我希望说在把汉文化的这种生活方式表达出来 平时穿着也是会这样穿 其实今天你们俩从视觉上不光是看这个视觉上一看 服装很搭 一说你们的名字我觉得也很搭 沈小阳 萧小月 小阳小月 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这个是本名吗 是本名 对 哇 你俩是天作之和啊 所以你俩最初认识的时候 你一看自己的名字跟他是对仗的 是不是那种心中一喜 哇 老天给我们在牵线呢 当时也觉得很神奇 很神奇 那时候小月上高山 我上大一 到现在是整整二十一年 我的天哪 二十一年前 这个小学妹那时候就开始了 那时候我们都是写美术 所以遇到的时候就觉得很多东西都很相似 然后觉得能找到他觉得也是挺幸运的 不过说起来 今天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刚才我们开场白也特别讲了 是这样一部动画电影 说起动画电影 电影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团队的艺术 包括我们在大院线看电影结束的时候 配着主题曲这么划过 哇 满屏的字幕不断地往上移 几百号甚至是更多的上千号 我们像幕后英雄们质疑我们崇高的敬意 那动画来说更不一样了 因为包括它里面的这个流程啊 程序会更多 但是居然你们两个人独立制作 就携手完成了这样一个动画电影 我就太不可思议了 之前有人这么干过吗 据我所知 比较少 比较少人这样做 因为动画的制作的整个流程会比较复杂 涉及的工序比较多 有的比较大的公司 细分下去的话有十几个工序 从前期 中期 后期 特别是前期的编剧 风景 美术 然后很多的时间是在特效的制作上面 在后制 对 它前期很多是 初期主要是采风 取景 然后基本上正片都是 就是后期制作 有351的模型 有背景图是首绘的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技术 可能会 就是比较新的一种技术 它叫做三线二 它是先把模型做出来 再现染成2D的效果 但是现出来的效果只能达到50% 后期还要一张一张去画 另外50%的部分 那背景的话基本就只能 大部分是首绘的 就没有办法用三绘器 去直接做出来 所以基本上像一部片子出来的话 要按这个画多少张图来算算算 得上几万呢 上几万有了甚至几十万张 像比较大的公司 他们可能几百万张都有 太可怕了 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图片 都是你们一张一张画出来的 是 基本就是两只手 还有小叶也帮忙去发现美术的部分 天哪 你刚才也说了 就现在这个动画 基本上能够独立制作 一两个人独立完成的 屈指可数 就是这么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俩做成了 来跟我们说说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画电影 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这部片子讲的是一条美人鱼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故事 我们的故事里面的主角是十四岁的美人鱼叫小爱 然后他是在海里游玩的时候不小心 因为某些事故 然后被困在了人类的一座小岛上 然后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 几经波折又回到大海的这样的故事 这部片子奇景于古浪鱼 然后我跟小爱也是都很喜欢古浪鱼 我们经常会去古浪鱼去玩 然后就会去经常会探讨 关于一些美人鱼的一些 因为我们也都很喜欢美人鱼这个题材 所以当时就有在想 如果古浪鱼上面有美人鱼 那会是什么样子 还真有 就是古浪鱼有一个珍奇博物馆 里面有美人鱼的干尸 所以我们想它如果是真的 应该会很有趣 这也是我们创作这个片子的 一个重要的想法的来源 灵感是来源之所在 来源于古浪鱼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地方 其实某种程度上就说 这部片子其实也是在 致敬我们厦门 对不对 大部分是奇景于厦门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厦门的元素 我们是以古浪鱼为一个 主要的一个场景 就圆形 再参考 然后还有双子塔 中华路 然后极美学称 对 蛮多的 像郑成功啊 包括 对 这个就是双子塔 郑成功 然后上面是我 上面这是你的背影 对 就是采风图片 对 那我们现场的时候 会去写生画画 然后有时候画一半 回来再修改这样子 对 有的时候大图 然后如果天气冷的时候 或者非常热在户外 不过采风的时候 在户外画 你能够捕捉那个时候的灵感和感受 对 其实这边不是小爱的故事 这是小月的故事 是不是 是 这个片子的主角 是以小月跟她外婆为言行 因为小月她是她外婆带大了 从小跟她外婆住在一起 然后他们两个人感情很深 说说外婆的故事吧 外婆已经过世很多年了 但是在我心里她一直都是活着的 所以我经常梦到她 我外婆是一位民间剪纸艺人 对 然后她 我小时候的话 经常在房间里看她 服案剪纸 每一张都非常用心和认真 所以这种 她的性格非常的安静 而且宽厚 然后她也经常教育我一些 就是女 就算你是女生 其实也都跟男生都一样 要有自己的技能和想法 然后不管 活到老 学到老 不管多大都要不断成长 因为我外婆跟我说过一段话 我问她说 这个人生是什么样的 那她跟我讲 人生就好像万花筒 万花筒呢 它看起来 每个那个形状都不一样 但它们组合在一起 就非常的统一又非常的美 所以是生而不有 和而不同 然后万事万物 有她的独立性 那整个在一起 它又是一个非常统一的整体 这个是我们这个片子 要表达的就是包容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 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 是这样的 外婆虽然很朴实的话 但是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对 所以这里面是小爱的故事 但其实是小月和外婆的影子在里面 对 然后融合了很多闽南的厦门的家乡的元素 浓浓的闽南风格 对 所以这是一部艺术和乡愁结合的动画电影 刚才说了 其实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首先只有两个人去共同去完成 再一个 我们看长白特别讲了 七年的时间 七年的时间完成一部作品 我觉得时间真的够久了 是最初从开始创作的时候 就想说我要一点一点打磨 打磨出这种极致的精品吗 以前就有做这样的规划吗 一开始是没有想这么多 然后只想去做一个 观音美能力题材的这样一个片子 然后在应该是在08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写一些相关的一些故事 08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灵感和念头 那是更早了 应该算是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的 对 那时候我们本来也是想去接触一些 外界的一些资金和一些团队 但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就也都放弃了 为什么就是别人比如有投资做 这样的话 姐妹你们很方便 只要心无旁无都去做就好了 为什么不行 因为资金方有它的好处 但是那时候我们是觉得 对我们两个来说 有些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然后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经验 或者说我们对资金的认识 可能还那时候还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子 所以到1617年的时候 因为这中间过程我们也组建过团队 详细做原创 但后面发现可能比自己做还困难 为什么 因为自己做很多东西是自己能够把控得到 就是自由度 创作的自由度会比较高 所以到2027的16年17年的时候 我就跟小的时候 要不我们就自己做吧 就尝试着去试一下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还算 年纪不是很大 然后体力应该能支撑得下去 也可以任性一下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很担心她身体 因为一个人做一部电影 不说做得好不好 然后身体坏了怎么办 觉得 所以我一开始不是说不支持 我是想能不能组团队 然后或者比如组了团队后 我们如果有做的项目 加工单子 然后有剩钱我们再来做动画 后面发现组团队好像也 我们不擅长 那自己来的话 给自己有个什么规划吗 因为毕竟你也知道了 刚才说过 在16年估计 就是能够独立完成的人更少了 因为我自己是技术出身的 然后之前有做过一些短片 做了好几个短片 其实短片跟长片的 对于制作来说 它的一些流程 其实基本都差别都不太大 所以那时候 旁边的很多的朋友 因为都是做动画出身的 所以他们觉得说 动画其实真的是很难 我是基本上是 不可能做得到 就是旁边的朋友 都不看好你俩的 是不是 是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说 百分之一百就有信心 能做成什么样子 但是怎么敢 就是说我们俩就自己做吧 就16年开始吧 底气在哪里 因为我觉得是看完成度 看你要做到多好 如果跟大片去比 那我肯定是做不到 但如果说只是说完成 做完90分钟完成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有信心 开始做的时候是零分钟 到十分钟 到半小时 到六十分钟的时候 旁边的这些朋友 他们就没有怀疑了 他们就觉得 都做到这样子的 应该是能做得出来的 只是说出来好坏 是什么样子 大家是不知道 因为我这些也不知道 说我最后能做成什么样子 婆婆 你是怎么到这个岛上来的呢 请使不懂事呗 那你后悔吗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那个黑洞是不见底 你是破衣了吧 你这是求剑 我不要 我受够了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越远越好 最初也并没有给自己说 定一个特别高远的目标 说我一定要做出来 就得既经四做的 不是 而是说我首先完成 尽我的能力去完成它 如果完成了 我看能不能给它 做得再更完美一点 是吧 对 是 所以这一想做完美 七年时间过去了 对 这七年当中有没有碰到 对自己来说 最困难 最具有挑战的 一路走过来 觉得这是什么 因为我早期是做3D动画出身的 虽然我的第一个老师 他是教我的都是一些2D的原理 但是真正去做2D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还是不懂 那三线的技术又比较新 所以很多的东西 基本是自己摸索出来了 因为也没有办法去向谁去学习 因为它毕竟还比较新 所以整个流程做下来 有很多方式 是我自己找出来的一条路 全靠自学 全靠自己摸索 大部分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天哪 所以前几年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 怎么努力去学习 去做 去研究 好像做出来都很糟糕 然后到有一天突然间 会了 那我也觉得 可能是经验的积累 也有可能是 突然人都二脉打通了 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最后我还得再还我来 把之前做了 重新又做了一遍 等于说前两年的很多的工作 其实是在练习一样 重新又做了一遍 这也是比如说 制作这个周期长的 一个毛病之所在 首先你很有底气 就是说 我做过这么多的片子 我有这样一个能力去做 但是有可能你今年做了 明年做了 后年出来的时候 两年前的技术它过时了 所以不得有时候 不断地去反攻 对 不断地去再学习 对 所以对于制作 是无止境的 如果一个十分完美的人 一直要去挑自己的作品 那可能一辈子 一件作品都做过 对 所以有时候需要放过自己 对吧 就感觉到 在我的这个就是 审美之上就可以了 对 对 但所以说你要不断地反复 你说你看从 零 五分钟 十分钟 三十分钟 六十分钟 到最后 最后我们成片是八十五分钟 这不断地一个量的积累下来 我觉得工作量对你来说 是不是很大 应该是有点大 这七年的一个作息 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大概每天是七八点起来 然后除了吃饭的时间 基本上一天 大概工作十八个小时吧 就这样直接在电脑前 十八个小时 是 基本上 你颈椎腰椎还好吗 还好 哎呦 天哪 这太苦了 就是大概每天到 晚上两三点 凌前两三点 就基本上全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前几年都是 那后面做了第一稿 就是第一稿做出来 他就会知道说 嗯 做出来了 我们现在是已经做好了 九十多分钟的全篇 然后开始剪辑 再修改细节部分打磨 然后还有写歌啊 后期的配音配乐 这样子 对 这已经是人类的地方 惨了 我 我该这么办 我怎么会来到这里 我怎么会来到这里 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里应该是这样子的 嗯 天哪 这是在哪里 然后我说 这一定是人类的地方 惨了 就是这种六神呼吸 对 就是人能傻了 傻了 有点能整个被撞音掉了 OK 我们在尝试给影天 做第一版的人物配音 搭建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设备 晚上的话 就是为了避开噪音到很晚 才开始配 虽然白天做动画 晚上来配音 不过过程中 还是乐趣很多的 就我自己也添加了很多 你本来去个里面没有的一点 嗯 对 我自己到时候说 那我们尽可能地给每一个 里面的每一个角色 用不同的表演风格来演绎 去做不同的尝试 来选择一个 对于这个角色的 是因从音质到他的表演风格 更加的契合 他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这个世界这么大 就不幸没有容不下我的地方 就算尸海流浪 我也不想回去 他的画色就是第一稿做出来之后 就开始稍微有放松一点 确实 但他会更享受这部动画的创作 之前就是那种非常痛苦的过程 煎熬的 每天十几个小时工作下来 这是非常可怕的工作量 太考验体能了 不光是花脑力啊 也是一个体能的 一个极限的挑战 这是小杨的一个挑战 那么这七年对你来说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比较早生孩子嘛 然后就是因为早生孩子 我们都是自己 大部分都是自己带孩子 所以像我女儿小的时候 我们有个女儿 我女儿两岁的时候生病了 她就记得有一次 她抱着 就是哭 然后不肯 她抱着 差不多三十多个小时 一边抱着孩子 一边做动画 这个事情我印象比较深刻 她长期都是在电脑面前 所以别人说 她是动画一体积 我觉得蛮合适的 所以从小 自己的女儿 孩童时期 就经营在这样一个 动画的世界里 就看着爸爸 一边工作 一边在哄娃 哎呀 天哪 然后再一个 你周围的朋友呢 会看你们天天 就是这样 熬心熬力的 有 当然我觉得朋友 因为有的人懂这个行业 有的人可能也不懂我们 也不懂我们的行业 我们是从大学 就开始看动画 喜欢动画 学习 自作 就开始创作 到后面自己 组建团队 组建这个 沙漠洲动画工作室 到尝试了 比如说组团队 和失败之后 其实一路上 大家对我们的看法 因为每个阶段不一样 支持的也有 然后不理解的也有 也有人觉得 我们太孤僻了 那其实不是 不想跟大家玩 是因为做动画 真的很耗时间 然后有一些 我们也不擅长 去处理的关系 所以也希望 大家能够多理解 他们觉得动画 这么多年 怎么不赚钱呢 那我觉得可能 就是我们能力不够 所以我们应该更努力 所以我觉得 人嘛 你不可能 又要赚很多钱 又想做 自己喜欢做的事 一定是有割舍的 但是话说过来 确实你刚才说过 第一个劳心劳力 这么长时间 一直在不停地画 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 十八个小时左右 七年的时间下来 那他一直在画 那养家呢 怎么办呢 就是维持家庭的运转 孩子要读书 要上学 等各方面 我们刚毕业 那两三年 我们上班 我做服装设计 他当动画师 创业后的话 我们的收入 主要来源于 我们的定制动画 就是接项目 一年差不多 接三个月的 时间的项目 然后其他时间 我们都在做动画 我们就不接了 接下来基本上 那九个夜 算是闭关 我觉得很像 像不像 差不多 是不是 然后我觉得你买 是不是就属于 宅男宅女类的 就是埋头 在自己的事业当中 他比较宅 我的画 就是有一些 像活动的话 比如汉服活动 或者闺蜜 有时候 居然还是会的 其实小月 他也做创作 而且他 对一些 纯艺术的创作 我觉得他的 节目是很高的 然后这部电影里面 其实他也参与了 很多的工作 里面很多的背景画 包括一些 故事的 一些情节的 设置 我们经常会探讨 嗯